哈囉 是我 你們最愛的籃球公道博GM 那今天要帶給各位的 是你們敲碗已久的個人戰報 那第一場要帶給各位的比賽 就是今天勇士與火箭的比賽 這場比賽可以說是非常的精彩 火箭在一度落後31分的情況下 在第四節追平了比分 把比賽帶到了延長賽 雖然最後火箭還是以6分的差距 輸給了勇士 但是我認為這場比賽 有許多細節值得跟大家討論 首先不論是勇士 還是火箭打得最好的球員 通通都是他們的板凳球員 尤其是火箭這邊的Tauri Eason 單場拿下了27分 是他的生涯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Tauri Eason的27分 有14分都是來自他拿到第五範之後 所繳出的數據 今天在被裁判吹了第五範之後 在防守端 他也彷彿打通了韌度二賣 接連貢獻了四次抄截 可以說是火箭今天能追平比分的最大功成 這邊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今天火箭在第四節追分的時候 擺上的是以Jabari Smith 為中鋒的五小陣容 Alperm Samgum在第四節 以及Overtime完全沒有上場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球員 就是前五場都打得還不錯的 Jalen Green 今天這場比賽 他的命中率只有15.4% 三分球五投一中 正負值是全隊最低的-20 對上勇士目前排名第二的防守 Jalen Green在進攻端 完全施展不開來 如果不是因為 Dylan Brooks後面泛滿畢業 基本上 Jalen Green 根本不可能在延長賽拿到上場時間 而他個人 不論是在第四節 還是延長賽的出手選擇 我認為都是有非常大的問題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火箭在第四節 好不容易把比分追到106比106平手的情況下 卡大哥直接來了個三不沾 投了一支麵包球 追根究底 我認為Jalen Green這位球員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撇開進攻端 能夠給你得分以外 他在場上一無四處 要助攻沒助攻 要傳球視野沒有傳球視野 要防守沒防守 這一點我們可以對比 今天Fred Van Vliet的表現 今天Fred Van Vliet一樣很鐵 但是他可以透過他的鞋防 以及包夾 在防守端剃球隊做出一定的貢獻 那這部分是目前 我在Jalen Green身上所看不到的 那再來講回勇士隊的部分 如果在開季前你跟我說 打完六場比賽 勇士隊的戰績會是西區第二 我只能說打死 我也不信 更不用說勇士隊近期的三連勝 是在沒有我家咖哩的情況下 這其中最大的工程 當然就是我們的新浪花兄弟 Bodyhio啦 在勇士隊的這五場勝利裡 Bodyhio每一場比賽 都是勇士這邊 單場得分最多的球員 說他是勇士隊 截至目前為止 貢獻最多的球員 一點都不為過 那麼除了他的表現以外 Jonathan Kamiga 自從變成板凳球員之後 表現也是可圈可點 過去三場比賽 他角出的數據是18.7分 Field goal三分和罰球的命中率 分別是51.4% 42.9% 以及78.9% 可以說是扛起了二把手的角色 這兩位球員 無疑是勇士能夠打出一波三連勝最大的工程 最有趣的是 他們兩位都是勇士隊的板凳球員 各位可曾看過一支球隊裡得分最多的兩位球員 都是來自板凳的嗎 至少我是沒有啦 如果這兩位能夠繼續這樣保持下去 勇士隊會不會擁有史上最強的板凳陣容呢 這還真的不好說 那麼講回今天這場比賽的細節 我認為Jonathan Kamiga 雖然單場有四次的失誤 可是他在延長賽的表現是值得稱讚的 如果沒有他的轉身跳投以及快攻上籃 勇士能不能在延長賽贏球 還真的不好說 因為當時比賽的momentum都在火箭隊這邊 畢竟人家是追平比數的球隊 而且還是主場球隊 好那以上都是稱讚勇士的部分 接下來我就不得不來嘴一下我們的嘴率啦 首先是他之前在自己的podcast上面 犯話說他不認同雷霆隊習慣在賽後 有一起接受採訪的這個文化 嘴率是這麼說的 如果想要贏球 你必須讓你們的對手對你們感到恐懼 換句話說 他認為雷霆隊這邊的一團和氣 會影響到他們未來奪冠的這個機會 那看到這裡我就覺得很奇怪 難道一定要在比賽時 嗆自己的隊友 在練習時揮拳打自己的隊友 這才叫做能夠震懾住對手嗎 Jaymond Green 你在講這些屁話時 有沒有想到自己過去的作為呢 全聯盟就你最沒資格講這種幹話 如果之前不是因為他在對上快艇時的脫序行為 KD會離開我們的宇宙泳嗎 如果之前不是你在練習的時候 情緒失控打了我們泳池哥一拳 勇士隊當初的奪冠陣容會直接瓦解掉嗎 這一切的一切 不都是因為你的情緒失控而造成的嗎 現在你居然有臉講這種屁話 只因為你拿過冠軍 現在是這樣子嗎 那講回今天比賽的細節 在第四節的最後那波傳球失誤是誰的問題 如果不是因為你的失誤 火箭會追平比分 所以勇士隊這邊雖然贏球可喜可賀 但是Jaymond Green你還是管好你自己就好了啦 在那邊嘴人家目前西區排名第一的球隊 你好了啦 好那接下來要帶給各位的第二場比賽 就是由騎士對戰攻陸的這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可以說是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第四節雙方可以說是打的你來我往 公路隊這邊是靠小李一個人 單挑騎士隊的整支球隊 那麼最後騎士是在Don Devin Mitchell的帶領下 有驚無險的拿下了七連勝 這邊先恭喜一下騎士隊 我還記得在開季前 有人的東區戰力預測 居然把騎士隊排除在東區前六之外 如今看來他真的是瞎了人 好那先來聊一下公路隊這邊的戰況 公路隊在輸掉這場比賽之後 戰績是來到了一勝五负 與底特律活塞並列東區最後一名 個人認為距離 Dock Rivers被炒掉的這個倒數計時已經開始了 我這麼說不是因為公路隊現在的戰績 全部都是老河流一個人的錯 但是回到現實層面的考量 在無法交易小李以及字母哥的情況下 公路隊唯一能做的變動就是炒掉總教練 或者是他們的General Manager 除此之外我真的想不到公路隊這邊還能做出什麼改變 那如果要仔細檢討公路隊今年所遇到最大的問題 我認為就是他們直到如今都沒有打出一個屬於自己的identity 回顧公路隊過去在稱霸東區時的榮景 那時的公路雖然打陣地戰不行 但是防守跟籃板都是一把招 在進攻端的部分 不論是轉換快攻還是三分球 也都是名列前茅的 而如今的公路要防守沒防守 要進攻也沒進攻 試問這樣子的球隊要怎麼樣打得出好的戰績 撇開字母哥跟小李的場軍得分 在休賽季被寄予厚望的Gary Tran Jr. 如今的表現也只能用慘不忍睹四個字來形容 feel goal的部分不到三成一 三分球的命中率只有25% 可以說他用實力證明了自己 為什麼在休賽季只能拿到底心 那回到今天的比賽內容 字母哥跟小李的表現依舊亮眼 尤其是Damian Lutter 單場砍進了10顆三分球 是除了Gotti以外 NBA歷史上單場投進超過10顆三分球最多次的男人 但即使是這樣 公路隊依舊沒能拿下這場比賽 回到問題的根本 今天這場比賽 公路隊之所以輸球 我認為關鍵還是在於防守 基本上只要Brooke Lopez離開禁區 騎士隊這邊的Jerry Allen 就一定能夠在禁區懲罰對手 但如果Brooke Lopez沒有出去協防 那麼騎士隊的後衛 就能在1打1的情況下吃掉對手 簡單來說沒有辦法make key stops 是我認為公路隊最後沒能贏球的最大原因 那當然啦如果你要說Donovan Mitchell 最後那一球很散 我也不能說你錯 畢竟他們從發球到後面 Donovan Mitchell被球撥掉 公路隊這邊都是有機會製造對手的失誤的 只不過很可惜最後還是被Mitchell投進了那一球 那講回騎士隊這邊的七連勝 我認為今年對比以往最大的差距 就是他們的先發阻力打得更有效率 除此之外板凳火力的提升 也是為什麼現在騎士的進攻效率值可以排名聯盟第二的原因 不論是今天砍了5顆3分球的Sam Merrill 以及去年幾乎上不了場 但今年把場均得分提升到10分的Tai Jerome 他們都是今年騎士在板凳端表現最出色的球員 尤其是Sam Merrill 他完全補上了騎士在失去了Max Truth之後的外線火力 那麼這部分我認為總教練Kenny Atkinson值得最大的credit 因為他讓這些綠葉球員在場上得到更好的發揮 那麼雖然騎士隊目前的戰績是全聯盟第一 但有一句話我還是必須要說 今年這個陣容是騎士隊最後一年 假設他們還是沒有辦法在季後賽打出好的成績 那麼我認為拆掉雙塔 以及拆掉他們目前這個雙後衛組合 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差別只在於你要留Jerry Allen還是Evan Mobley 以及你要留Darius Garland還是Donovan Mitchell 好那節目的最後我們來聊一下 今天912MB在場下的這個風波啊 根據ESPN的這個消息指出 兩天前912MB在記者會上的發言 主要就是針對這位專欄作家 叫做Marcus Hayes 原因是他在前幾天的文章裡有提到 關於912MB當初把他的兒子命名為Arthur 是為了紀念他弟弟的事情 並以他的這個低出席率嘲諷了他一番 那我們常常都說嘛 貨不及家人 要湊912MB可以 但是當你涉及到家人 甚至是他已經過世了弟弟的時候 就很明顯太超過了 那目前網路上的風向 也都是一致挺爆我家張筆的 所以這邊也要呼籲大家 嘲諷球員的出席率跟場上的表現可以 但是我們絕對不要做出人身攻擊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戰報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大力按個讚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